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香港当代艺人录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讲泄国先 今集我们会介绍泄国先的个人生活和他的家庭生活 泄国先出身于粤劇世家 他在十兄弟之中排行第五 二姐叫泄国坊 三姐叫泄国妃 九弟叫泄国明 三个人 即是泄国坊、泄国妃和泄国明三个 都是粤劇演员 真是粤劇世家 在家庭方面 泄国先一生曾经有两段婚姻 第一段就是第一任的妻子 就是名宁唐雪卿 唐雪卿原名叫做唐雪香 后来就改名叫做唐雪卿 是唐雪卿的姐姐姐 唐雪卿是唐狄笙的姐姐 唐狄笙也就是泄国先的小儿子 后来唐雪卿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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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都叫她做蝎五哥 或者就这样称呼她做五哥 另一个卓号叫做蝎老渣 因为当时习惯有时去茶楼埋单 叫她出来拿着 拿着就是五字 所以她的卓号因为她第五 所以她就叫做蝎老渣 拿着这个意思 她有什么作品呢 她的主要作品首本戏就是胡不归 樊址,范例献世事 保育哭情文 孤元嫂劫 梅之虎 黄超君 保育怨婚 闖黄进京 《龟山喜和》 和《花染藏元红》等等 善演的剧目就有 梅之虎 孤元嫂劫 黄昭君 范礼仿西斯 胡不归 寶玉哭领 闯皇进京 龟山喜和 和时装器 白金龙等等 涉角仙 他最重要的东西 做过什么呢 就是最重要 他曾经对这个粤剧的艺术 进行了全面的夹身 康调方面 他借鉴了京剧 软转和谐的唱康 吸收了江截剧的小曲 和时代流行曲 轻快和流畅的长处 他创造出一种自正康源 吻味浓郁 浓郁 节奏感强 又善于表达情意的涉康 在乐器方面 他在五甲头 中式乐器之中 加入了小提琴 和西式风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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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这些西洋乐器 同时 他也加入了京剧的锣鼓 组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音响 使得音色丰富 厚实 在表演方面 他融合了京剧的武功 伸断 舞蹈的技艺 开创了北派的开打场面 舍国先的气怒 宽广 非常广阔 早年 他学丑生 但是接着 他又能闻能武 在各方面的行当 例如生国 胆国 丑国 静国 和美国 种种的行当 他都能够演到 而且演得很好 都当当皆精 他的表演风格 温文以雅 动作就洒脱闪念 细致多知 善于深入人物的思想感情 扮演风流如雅 潮洒进入的小生 就最负盛名 但另一方面 他又能够反串胆角 扮演出的 演出的剧目 唱词就比较注重民采 秦智取康 深情远转 唱康重视因人而矣,善于表达内心的感情, 稳微浓郁,他的行康干净得体, 善于突破公调的中版眼, 居格的习俗唱法,而创出新康, 使人感觉到既风流瀟灑,而又高雅庄重, 特别他的以往声康唱得飘逸超脱, 自成一家独树一次, 故此成为著名的涉派唱康艺术。 所以在粤剧汽航里面, 有万能泰斗的美誉, 过去的一段长时期里面, 粤剧的文武生、小心行当, 都以涉派为典范, 粤剧里面的胡不归, 是涉国先主演的首本戏, 励演不须, 响遇艺坛三四十年那麽久, 实力罕见。 这部剧由内容、曲词、 杜伯和唱康音乐上, 都尽力塑造性格化的人物形象, 使得他深入人心, 历久难忘。 这个作品是涉国先艺术成熟期的成功代表作, 他对粤剧的服装、化妆、报警、 伴走乐器都有很深的研究, 更加率先引入了小提琴这些西乐, 更加对静化舞台、改革、剧场的漏集等等,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各位,今天介绍涉国先的生平, 介绍到这就暂时完结, 我们下一条片会继续和大家介绍涉国先的,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给你的朋友, 同时也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N与阿Lam频道, 拜拜,我们下条片见!